担心乌俄大战一触即发 芬兰军队开始在首都赫尔 星期一触就校舍演习 芬兰之所以这么紧张 是因为他们并非北约成员国 国土又与俄罗斯接壤 担心受到波及 尽管乌克兰对内信心喊话 但越来越多国家感觉情况不妙 南韩也决定准备展开撤侨 日本则是升级旅游警戒道建议撤侨 在乌克兰边境前线 尽管冰天雪地士兵坚守岗位 而英国天空新闻挺进一处站好 一位发现有英国人在帮忙捍卫乌克兰 这名士兵表示 乌克兰像是自己第二个家 所以要奋战到底 而另一名英国议士兵则希望 西方的盟国能援助更多武器 同时间欧美持续紧盯俄罗斯 英国首相强声再说正话 强声说不会因为俄罗斯已经拿枪指着乌克兰的投救任由 欧洲安全秩序被破坏 而法国总统马克宏说 周五将与普京通话 先搞清楚俄罗斯到底要干嘛 TB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